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翔 大家還記得LG在3月中的時候 發表一款18比9螢幕比例的G6嗎? 這樣的安排可以讓機身 在維持同樣的寬度下 同時擁有更大的螢幕尺寸 而除了LG採用特殊螢幕比例外 在Samsung S8的預告中 也看得出來將使用尺設計 果真在3月29日這天 Samsung發表的兩款極限星機 Galaxy S8、S8 Plus 都具備這項特色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想要 更加了解S8一些呢? 馬上進入主題吧! 首先讓我們看看S8、S8 Plus的主要規格 整體外觀上可以發現到S8、S8 Plus 比起S7 Edge 雖然擁有同樣的圓潤邊角 但看起來更加細長 而機身材質部分 延續Note 7的前後曲面對稱玻璃 結合金屬邊框 相較於S7 Edge來說 除了減少玻璃和邊框的接縫 還能提升握感舒適度 此外邊框也改用亮面噴砂處理 看到正面最大的改變 則是為了放下18.5比9比例的超長螢幕 手機下方選擇移除使用已久的首頁鍵 改用虛擬按鍵 並在虛擬按鍵的位置底下 加入壓力感應器 而這與iPhone 6s的3D Touch相似 能夠在按壓後 以震動回饋的反應 進而模仿實體按鍵的感覺 此外SAM總擔心前鏡頭多種感應器 集中於上方影響手機整體美觀 正面一律採用黑色螢幕邊框 再來轉到背面 可以觀察到主相機與背蓋表面 終於平整不再凸起 指紋辨識器則是一致主相機右側 但這樣的設計 非常容易觸碰到鏡頭 大大增加弄髒鏡頭的機會 鏡頭左側則有心跳感應器 以及LED閃光燈 顏色方面共有五種顏色 包含寂寞黑、薰紫灰、流沙金、珊瑚藍 以及極地銀 不過極地銀並不會在台灣上市 螢幕顯示方面 S8、S8 Plus 取消平面螢幕版本 兩者皆使用雙曲面螢幕 分別內建5.8吋以及6.2吋 解析度同樣為2K 並擁有18.5比9比例的圓角螢幕 相比LG G6的18比9 還要更加修長 螢幕佔比高達83%以上 讓擁有6.2吋大螢幕的S8 Plus 在機身寬度方面 與5.5吋的S7 Edge差不多 不過這樣的設計 又好有壞 雖然能提供更寬廣的視覺體驗 但目前16比9比例的影片 依舊是主流格式 因此在觀看影片時 左右兩側會有面積相當大的黑邊 實際上就像在看5.5吋的螢幕一樣 不過針對這項問題 S8系列提供了延展畫面 縮放的功能 讓影片能夠佔滿整個螢幕 但缺點是 畫面的人物會變形或是被裁切 而對於這樣的設計 你會給予什麼樣的評價呢? 主相機方面 相較於S7 Edge 沒有太大的升級 只有針對相片的演算法 進行加強 利用影像疊合技術 將多張畫面合成 進而降低雜訊 平衡影像亮暗部 獲得更純淨、更清晰的照片 兩者畫素皆維持在1200W 1.7大光圈 並延續Dual Pixel PDF相位對焦 自動HDR 以及光學防手震 也具備多種模式可玩 像是景深模式、專業模式、濾鏡功能等等 此外拍照介面中 新增左右移動快門鍵 就可以進行數位變焦的功能 至於按壓手約鍵兩下 快速啟動相機的特色 則改至電源鍵 錄影則支援4K解析度錄製 以及HD的240fps慢動作拍攝 並沒有出現與XZ Premium 相同的960fps即慢速錄影 比起主相機、前相機則有更多的提升 兩者畫素都增加到800萬畫素 一樣有1.7大光圈 此外還具備自動對焦 能夠使自拍照更加清晰動人 那麼X8還有哪些特色呢? 除了延續無線充電 IP68防水防塵 SAMP總配 以及安全資料夾之外 也加入Note 7的紅魔辨識功能 不過並不像Note 7是以黑白畫面來辨識 這是X8、X8 Plus 該以彩色影像來辨別 看起來也比較不會那麼恐怖 在辨識速度上 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此外也新增臉部辨識 能夠更快速為手機解鎖 而說到近期相當夯的 智慧語音助理 X8、X8 Plus首度加入此功能 並稱它為Bixby 擁有四項主要功能 包含建議、提醒、聲控、圖像辨識 如果將畫面往右滑 會看到Bixby的首頁介面 這裡會出現天氣、音樂、新聞等卡片 並依照你的使用習慣、地點、時間 進而調整卡片的優先順序 這點與Google那有蠻像的 當然你也能建立提醒 Bixby會根據時間、GPS位置 通知你現在該做什麼 比方說回到家就會提醒你 收衣服、煮飯等生活小事 此外也可利用聲音來操控Bixby 只要說Bixby 就可以進入介面 進而指示下一個步驟 像是傳照片給朋友 不過目前只聽得懂英文 在手機音量鍵下方 也有一個Bixby專屬按鍵 只要按下去 任何時刻都可以立即啟動Bixby 另一項特色則是當你開啟相機 按下左下方的圖示 就能利用Bixby 為你辨識許多物品 比方說拍下一個很喜歡的腳踏車 就會立即搜尋出 關於這台腳踏車的購買資訊 如果想知道景點附近有哪些餐廳 也可以拍下地標 進而獲得餐廳資訊 此外也可照下不懂的文字 或是網頁截圖 Bixby 都會即時翻譯成中文 其實圖像辨識的功能 在Sony手機等 Info-I 應用程式也出現過 但三星則是將它整合在Bixby裡 能夠給用戶更完整 更有系統的體驗 而除了Bixby智慧助理外 還可利用Dex Station配件 將手機畫面透過HDMI線 輸出自電腦或電視螢幕 進而操作手機裡的App 而畫面也有重新設計過 更符合電腦的介面 此外也附上兩個USB插座 一組以太網路連接附 能夠連結滑鼠、鍵盤 以及提供有線網路 硬體配置部分 S8、S8 Plus 皆搭在2017年的旗艦處理器 依照不同地區 分為高通S835 或是Exynos 8895 台灣上市版本 推測是搭載Exynos 8895 而這兩款處理器 皆採用10nm製程 不但玩大型的3D遊戲 不用擔心跑不動 或是畫面停頓 此外還可增加續航力 對省電也有幫助 記憶體則為直載4GB 儲存空間則為64GB 並支援記憶卡擴充 電池容量方面 並不像SGH一樣 擁有比較多的容量 S8、S8 Plus 反而減少一些 分別內建3000mAh、3500mAh 並支援自家的閃電快充 以及QC2.0快充 通訊方面 台灣預計是雙卡版本 並採用三選二卡槽設計 支援台灣4G全屏 擁有4G加3G 4CI載波聚合 此外連接覆蓋 用正反可插的USB Type-C 也保有3.5的機孔 雖然沒有立體聲雙喇叭 但加入3.2bit DSE音樂晶片 有助於提升音質的表現 根據消息 S8、S8 Plus 將在4月中進行預購 預購的人最快可在4月底拿到手機 沒有預購的人 可能要等到5月1日之後 才能夠買到囉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價錢 S8預估為台幣24,900元 S8 Plus則為27,900元 Beach S7系列都還要貴一些 有關於兩者的預購資訊 最新消息以及詳細規格 都可以在影片說明出獲得囉 經過Note 7爆炸事件後 SAMS總再度發表旗艦雙擊 在你看完S8、S8 Plus的介紹影片後 是否還會考慮購買呢? 趕緊在右上方投個票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 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